2016年Quantic银行在美国6199家联邦保险银行中排名第88名 另外Quantic银行推出覆盖全美的不查收入贷款业务 更是解决了不少朋友的贷款问题 首先来说一说不查收入贷款真的是不查收入吗 不查收入的方法就是我也是可以贷给你 我就不会注意你的税单那么注意你的税单 我还是要知道你可以供你的贷款 你还是有能力去供你的贷款 你有这个收入已经移民过来 但是你没有去 然后你是自己老板 还是你是做餐馆还是做装修 这种类似的生意 这种本来就是有可能现金收比较多 然后你税美报很高 这种的情况就是有可能你要做那种不查收入的 很多客人都对不查收入贷款十分有兴趣 办理此业务的客人华人占了大约三分之一 一般来说在美国长大的华人从事白领工作 报税方面问题不大 但如果是移民来到美国 就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做不了查收入贷款 那就很适合做不查收入贷款 另外Quantik银行属于直接银行 这也是选择Quantik银行的一个优势 我们是直接银行 所以我们是在纽约 所以我们银行没有什么终结费用 你申请贷款 正常你就是只要付一个估价费开始做 这就是你要估你的房价 你买的多少钱 你买一个五十万的房子 三十万的房子 银行要知道这个房子有这个价格 所以你要付一个估价费 当然这个估价费是看你在买哪里什么房子 这个都有关系的几家庭 所以你付这个前面的估价费就够了 那后面就是后面的正常要付的什么 过户费 银行的过户费 政府的费用 产前的费用 这个都是你的过户费 不查收入贷款多久可以申请下来 是买家 然后你要看的房子 你钱都准备好了 我们这边差不多三十天以内都可以给你过户 从头到尾 但是还是你还在准备钱 然后我们第一次谈 然后你看到房子 假如说是在一个纽约房子 有可能就是看你的时间 还是你可以你要准备三十万 你现在账户只有二十万 你还在准备钱 我就是看你的 所以有可能可以拖到两个月都有可能 三个月都有可能 就是看你钱的准备是多快 但是还是你快 还是你的钱都已经到位了 好的情况就是三十天差不多都可以 都可以解决了 如果您在美国没有绿卡或者国籍 包括A1-A12 A17-A20 C1-C2 C4-C8 C9-C10 C20-C24 C25等身份 也都可以在Quantic银行获得贷款 外国人的贷款就是在这边没有身份 OK 所以这边没有身份是什么意思 OK 还是我们这边做不查收入 有在这边的跟外国的 所以在这边的是什么 公民立卡 还没有立卡也可以接受 就是什么A卡C卡 这个都可以做得到的 就是还没有得到立卡的时候 但是中间有申请什么 A5卡C8卡这些客人 我们都可以接受的 但是还是这个都还没有 只有中国的Visa 这个就是对我们是一个外国的客人 所以外国客人我们也可以做 外国客人我们的产品就是 我们要求你投30%的投款 然后你所有的手细 所有的手细都是可以中国补的 但是钱要在美国而已 所以钱要在美国 但是所有的手细 什么工作都可以在中国 中国